天气越来越热 你一定要试试制到自制皮冻 口感光滑筋道 Q弹 做法和食材都非常简单 下面一起跟着视频做起来吧 这是今天花了10元钱买了3斤猪皮 买猪皮的时候挑这种块大一点的 并且上面没有油没有毛的 接下来呢我们锅中加入清水 放入适量的葱姜 再倒入一些高度白酒去腥 然后将猪皮倒入锅中 全程将猪皮煮制5分钟 用筷子轻轻扎透就可以了 全部煮好以后 我们用罩里将它捞出 然后装入大盆中 接下来用火枪将上面的猪毛烧一下 家里没有的朋友 可以在液化器上烧一下 烧完以后我们用刀 将上面的猪油片干净 这样能使猪皮有更好的粘性 全部片好以后 我们将猪皮切成均匀的细丝 这样更能激发出猪皮的胶原蛋白 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免得伤到手 全部切的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 许多人做出的皮动有疑味 其实是我们前期没有将猪皮处理好 接下来我们锅中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将洗干净的猪皮倒入锅中 然后加入适量的花雕酒 这样能有效的去除一味 调味我们只需用加一勺盐 半勺胡椒粉 一勺鸡精 全程煮至一个半小时 赶时间的朋友可以用高压锅代替 接下来这个时间我们准备一下小料 准备洗净的胡萝卜半根 用刀切成薄片 再切成均匀的细丝 最后切成颗粒状 全部切好以后 我们装入碗中备用 然后再准备洗净的西兰花食料 我们只取上面青色的花朵 第一可以搭配颜色 第二可以增加营养 切完的梗我们不要扔掉 可以炒菜用 然后和胡萝卜装在一起 锅中加入清水 水开以后倒入西兰花和胡萝卜丁 煮至三秒钟将它捞出 然后用冷水冲凉控干水分 倒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两个炒熟的鸡蛋 这样熬出的皮冻会有鸡蛋的鲜香 这时的猪皮已经熬好 我们来看一下 用筷子夹起几根 似段非段就可以了 接下来将炒好的鸡蛋 西兰花和胡萝卜倒入锅中 然后用勺子搅拌均匀 大家不妨可以试一下 用这几种食材搭配在一起 做出来不单颜色漂亮 而且更有营养 做好以后呢 我们装入托盘中 家里没有的朋友 也可以用盆子代替 然后我们让它自然的冷却 放入保鲜柜 冻四个小时 接下来对着一个爽口料汁 我放的有蒜泥青红辣椒和香葱花 加入半勺陈醋 半勺生抽 少许的味达美 加入少许的芝麻香油增香 少许的辣椒油 不喜欢吃辣的朋友也可以不放 最后放入半勺白糖符合盐味 然后用勺子搅拌均匀 这样一个开胃爽口的料汁就调好了 这时的皮冻已经冻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哇非常的漂亮 我们将它扣在案子上 这样做出的皮冻光滑筋道 并且原汁原味 然后我们用刀将它切成均匀的宽条 多余的皮冻呢 我们可以放入保鲜柜 随吃随取非常的方便 接下来将皮冻改成均匀的薄片 喜欢吃块的朋友也可以切成方块 切片的话会更加的入味 全部切好以后 我们均匀的摆入盘中 摆成一个圆形 这样看起来会更加的漂亮 接下来将调和的料汁均匀的淋在皮冻上 这样一道软香筋道 营养丰富的自制皮冻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请记得分享给你的家人或朋友 让更多人学会这道美食 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 我们下个视频见